铁路部门考虑的非常细致 出行也是越来越方便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再来了解一下 我们辽宁春运的具体安排 记者从全省春运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了解到 2022年春运 我省已制定多项措施 确保春运安全有序 铁路部门将最大限度增加 重点方向客流集中地区的客运能力 在一季度运行方案322对客车的基础上 增加临时旅客列车方案71对 为加强疫情防控 铁路部门推广和应用电子客票 减少旅客拥挤和站内聚集 在冷链物流运输环节 严格执行从业人员防护 运输工具消毒 单证查验 信息登记和应急处置等措施 此外 我省还将加强极端恶劣天气预防预报和预警 细化完善应急预案 提前准备物资设施 在确保安全前提下 最大限度保障干线公路通行 本台报道